在第八屆立委選舉前一開始表態要參選的是國民黨籍仁愛鄉 鄉長張子孝 但之後因為黨部勸說及其他種種因素 又黯然退出參與選戰 去年8月1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來到梅西部落 拜會瓦利斯貝林 也引起多方揣測瓦利斯貝林是否會以民進黨籍參與選戰 不過就在隔天8月2日 瓦利斯貝林受到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的徵召 宣布參選第八屆立委的選舉 瓦利斯貝林的出現讓其他候選人坐立南安 直到票數開出之後 以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三票第四高票 沒能順利當選 由於在總統選情的部分所引發藍綠效應 藍綠之爭排擠了其他小黨以及五黨籍參選人的選票 林委受命加入新民黨的瓦利斯貝林 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這一次的選舉是搭配總統選舉 那總統選舉裡頭呢 藍綠之間的一個所謂的拉鋸 然後排斥到其他小黨或者是產生一些效應 我相信是有影響到我個人的選舉 選戰已經畫下句點 脫下戰袍的瓦利斯貝林表示 還是要回歸務農的生活 對於未來有沒有可能再繼續出來競選 瓦利斯貝林持保留的態度 記者No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